一個原本陌生的名詞 MISC 突然隨著COVID-19疫情 強行闖入台灣人的生活 惹起一陣不小的恐慌 MISC究竟是什麼? 它和新冠重症又有什麼差別? 怎樣提早察覺MISC呢? MISC是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的縮寫 翻譯為兒童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那MISC是什麼呢? 根據美國CDC報告指出 感染新冠肺炎後 有少數人會併發嚴重的多系統發炎症候群 會在身體各器官觀察到嚴重發炎 包含心臟、肺、腎臟、大腦、皮膚、眼睛、或是胃腸等等 而這部分又分為成人的MISA和兒童的MISC 在國內COVID-19高峰剛過去的此時 專家預測接下來的一個月 MISC案例反倒會逆勢成長 還會看到更多孩子生病住院 為什麼呢? 這就要從MISC的前因後果說起 從2020年到今年的兩年半以來 多個國家都發現MISC案例 從印尼、印度、台灣到歐洲、美國 綜合目前研究可以得到兩個暫時的結論 第一 COVID-19和MISC之間的關係還不清楚 目前有力的假設之一 是和身體對病毒過度反應導致的 細胞激素風暴有關 細胞激素風暴是免疫系統在短時間內 釋出大量的發炎因子 使體內處在高發炎的狀態 導致器官、血管遭受破壞的一種 異常免疫反應 而免疫系統還沒完全成熟穩定的 兒童和青少年 比成年人更容易發生這種體內風暴 再來 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亞洲人的MISC發生率 可能比白人更高 原因同樣還不明朗 換句話說 我們現階段可以把MISC看成是免疫系統 攻擊SARS-CoV-2病毒之後 在體內炸開的一陣陣餘症 這些震盪會發生在孩子確診後2到4週 有時會長到6週 這就是為什麼接下來 MISC兒童人數反而會上升的緣故 這也是MISC和COVID-19重症有明確差別的地方 重症是在COVID-19症狀還沒好的時候 就惡化的狀態 而MISC則是COVID-19症狀已經痊癒了 孩子卻又開始不舒服了 為了支持好內容 讓我們先進一段小廣告 你家中有生國異的孩子嗎? 面對1008克鋼大量素養導向題 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素養強調活用知識 而駕馭各類主題的長文閱讀能力 將是決勝的關鍵 科學生線上閱讀平台 與國中自然科課程進度同步 取材自真實生活的科普文章 透過男一出版社獅子群的士林編寫 建構孩子以科學眼光理解世界 提升素養的能力 科學生是暑假期間最優質的科普素養讀物 歡迎您點擊資訊欄的網址 索取優惠碼 與孩子立即展開科普閱讀的旅程 MISC幾乎百分之百會發燒 這是身體發炎的典型症狀 再來也很常見的是極性腸胃道症狀 包括腹瀉、肚子痛或嘔吐 以及孩子的眼睛因為睫膜沖血而發紅 皮膚長出紅色的疹子 或是因為血壓降低而頭暈 部分兒童會出現草莓舌 舌頭變色 而且微微凸起一粒粒疙瘩 很像草莓的表面 少數嚴重情況下還會發生脖子僵硬 幻覺和異常行為 MISC還有許多疑團未解 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在官網的MISC專頁中說得很坦白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孩子得MISC 而其他孩子沒有 相對於其他國家 台灣抵達流行高峰的時間晚了一年半左右 因此有個小優勢是可以借鑑其他國家的MISC經驗 以美國為例 截至2022年5月31日 該國已經有8525個MISC的個案 其中69例不幸死亡 如果以人口比例換算 粗略推估台灣可能會有約609個孩子發生MISC 人數其實不算少 另外根據JAMA期刊的一份報告 統計2020年4月到6月 在美國紐澤西、密西根、賓州等7個州級行政區 21歲以下的SARS-CoV-2確診個案 計算出MISC發生率為每百萬人有316人離病 台灣2022年5月20到6月16日之間20歲以下約有39.9萬人確診 按照這個比例來推算 未來一個月裡可能還會出現120個以上的MISC病例 當然這樣的估算還必須考量 我們現在在台灣 而且流行的是Omicron等諸多的不同點 病例數字會變化 但這告訴我們不能輕忽 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給出的建議是 如果孩子持續發燒 並且在過去6週內確診COVID-19 或是曾與患者密切接觸 而有下列6項症狀的1項以上 就趕快聯絡醫生吧 包括肚子痛、眼睛不滿血絲、腹瀉 頭暈或感到頭重腳輕、皮膚出現疹子以及嘔吐 台灣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的建議也與美國一致 另外美國CDC在2022年1月公布的報告指出 在12歲到18歲族群的數據當中 發現接種2劑疫苗 比起沒有接種的青少年 伏計能降低91% MISC的發生機率 並且需要使用生命維持系統的 MISC患者皆是未接種疫苗的孩子 從全球經驗來看 MISC也勢必會是我們無可迴避的問題 如何預先準備好孩子的保護網 讓更多人清楚知道這個病程的演變 才能提高警覺 尤其當COVID-19症狀已經減緩 孩子卻又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絕對不能再延遲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PenSite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采的科學新知 科學議題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